輝達推出全新加速運算軟硬體積極衝刺 AI領域 近期更傳出 輝達有意願以一點六五億美元的價格 收購西雅圖新創公司 Acto AI 畢竟AI市場迅速起飛 誰都不想錯過雙機 超委執行長蘇茲峰近期接受外媒專訪 說他認為運算市場並不會只有一家獨大 市場上不會只存在一種架構 更曾喊話MI325的計算性能是 揮達H200的一點三倍 華為近期準備推出升騰910C晶片 想取代揮達的H100 但國外分析師Sung認為中期缺乏技術 專業知識短期內不可能追上 隨著聯準會降息兩碼後 揮達股價大漲近百分之四 從他們一九九九年上市以來 有三次首度降息的情況 揮達在這之後十二個月 平均上漲百分之一百一十八點四 每股的這個資訊科技股 也就是強調高成長這些類股 其實都還是表現得不錯 在整個降息的循環之後 對於資金上面的一個效益 是呈現一個正面的影響 揮達股價後視看竅 AI晶片也持續領先業界 穩坐龍頭地位 三地新聞 綜合報導